11月13日下午 运载着总值约3400万元人民币的货运航班许须升起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首次开通沈阳至芝加哥跨境电商全货机新航线 航线的开通将实现辽宁省对美国中部地区航空货运覆盖零的突破 巩固沈阳东北亚航空货运枢纽地位 首航的沈阳 芝加哥跨境电商全货运新航线 由国货行直飞 满载103吨衣服 鞋帽 手机壳等日用品和电子配件等跨境电商产品 经过15个小时后 飞抵美国中部城市芝加哥 开通的沈阳至芝加哥跨境电商全货机新航线 将实现辽审地区对美中东部地区航空货运覆盖零的突破 航线稳定后 计划美洲直飞三班 每月将会对美中东部地区出口提供近1200吨运力 运输跨境电商包裹超70万件 并可同时满足传统贸易和跨境电商新业态全模式的运输需求 据介绍 在2023年4月12日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已经开通沈阳至洛杉矶跨境电商全货机航线 截至10月份已累计飞行42班次 带动货物吞吐量超4000吨 运输跨境电商包裹超262万件 旨加哥航线的开通是弥补了北美市场 美东的一个空白的一个布局 之前开通是美西 这样我们做到美东美西的全覆盖 第一个人沈阳地处这个位置 叫其他城市航时要节省1到3个小时 所以这个时效性和经济性能为企业提供高耕的便利和经济的效益 据介绍 芝加哥洛杉矶双航线的开通 将使企业的商品更快地到达消费者手中 满足传统贸易和跨境电商新业态全模式的运输需求 创通中国北方企业开拓北美市场的物流通道